1973年时,西班牙建筑师Ricardo Bofin在巴塞隆纳郊外发现了一座废弃的水泥厂。 这个工厂因为污染问题被迫关闭,已经荒废了很长一段时间。 Ricardo将它买下来重新改造。 看看现在它的模样,这根本就是个现代化的豪华庄园。 经过三年的改造,Ricardo与他的团队才将这座工厂修气一新。 工厂外部充满绿色植物,看起来匆匆郁郁,生命力十足,内部保留了原水泥厂的一些设备和结构。 极具工业气息,Bofin表示,这个水泥工厂是最卓越的办公地点。 每一个房间都有独特的风格,没有两间一模一样的房间。 住在这里,Bofin就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宇宙中一样。 外界的造杂都与它无关。 工作区和休闲区没有太明显的界限。 它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可以看到一些休闲区。 这里不仅是Bofin的住所,还是它的工作室。 所以工作空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建筑外部被绿色植物覆盖。 半树、棕榈树、橄榄树应有尽有。 从外面看,这个庄园神秘、浪漫、无一无二。 餐厅位于一楼。 家人可以在这里聚会。 将工厂改造成庄园并不容易。 但Bofin做到了。 Bofin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这座建筑。 让它变成了自己梦想中的地方。 改造永不停止。 这也是这座庄园的魅力之一。 只要有足够的创造性思维。 任何空间都能变得新颖漂亮。 经过设计师们的改造。 这座原本死气沉沉的废旧工厂已经完全摆脱了往日的阴霾。 这问了很多人梦想中的圣地。 设计居住空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 一定能够创造出让人惊艳的作品。 这座水泥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看完照片后应该有不少人想住进去吧。